在4月20號 四川的養安發生了規模7.0的強震 但是我們從新聞畫面裡面看到的是什麼呢 這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第一時間就進到了災區 指揮通聯系統呢 完成了這所有的任務 而且在這個時候呢 救災上面來說呢 普通的一般電話 都已經完全不通了 但是他的 紙餐系統跟紙聯系統 怎麼會這麼完備呢 因為 全部的功勞 都有關於 北斗星系統啊 對 衛星導航定位的總部 設在解放軍的參謀部 那立剛你也曉得 這個雅安地震 發生之後整個通信全斷了 所以你不可能靠電話聯絡 這個時候衛星就發揮了他很大的功能 那我剛才講啦 這個衛星導航定位的總部 他們立刻呢 就掉了 將近有500台的 北斗系統 為什麼我講北斗 因為我們曉得大陸的衛星是叫 北斗衛星嘛對不對 北斗系統一共觸動500台 然後呢 在雅安大地震從早上 8點多發生之後 一直到下午 2點 這短短的 六七個小時 他們就全部建制完成 所有深入災區的這些 阿兵哥們 配備的這些系統 能夠跟後方的指揮中心 保持暢通的一個通訊 你知道嗎 那一天 他們就定位了27000次 通信了3萬次 500台 做了這麼多次的通訊以及定位 數據是死的 但人命是活的 最重要是他救活了多少人命 所以你知道嗎 當地的災民 以保新為例 我們知道保新整個 路都斷了 變成孤島 他們很多的災民都講 看到這些阿兵哥用北斗衛星救了他們 直呼 北斗呼叫 天降神兵 你就知道這次北斗衛星的系統 發揮了救災的功能 是多麼的鞠躬絕尾 講到衛星的發展 大陸他們從 1994年一直到現在21世紀 他們訂定了三階段的 衛星發展 從1994年開始是試驗階段 大陸的計畫是這樣子的 他第一階段在1994年 那只是試驗階段 可是試驗階段 他們所建構的都是區域形的 而且速度很慢 所以這只是試驗 但是到了2004年開始 他們是開始第二階段 這就是正式的系統 有長足的進步 為什麼 因為從2007年他們發射 第一顆衛星開始 到剛剛畫面中 2012年所看到西昌第14號第15號 一直到今年 大陸本來的計畫是要有 35顆衛星 能夠涵蓋全球 現在已經設了16個了 你知道嗎 我跟各位講 那已經半個地球都涵蓋到了 對啊 你知道 大陸它 他們一開始 他們的計畫 一定就是 先區域 在全球 全球的定位衛星系統 可以造成大陸 光講經濟好了 就創造出 2600億人民幣的經濟效益 而且我剛剛講的 從2004年發展 第二代 跟1994年的 第一代相比 人家2004年的 第二代系統 很強 它不但可以完全相容 第一代 而且精度 定位的精度最重要 你看我們 我們就以汽車的導航為例 要是導航把你帶到上山下海 你生不生氣 對不對 精度不準 所以呢 從2004年之後 一直到現在 我想 21世紀 大陸的衛星發展 長足的進步 好 來 各位請看 大陸的計畫是這樣 總共35顆 剛剛我已經講 已經設了16顆了 計畫 在2020年 2020年距今 大概只剩7年 它要全部完畢 到時候整個全球都佈滿了什麼 它有5顆靜止軌道衛星 27顆中軌道衛星 3顆傾斜同步軌道衛星 那麼 這個時候 大陸就再也不用看 老蘇跟老美的臉色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電子戰 資訊戰 導彈戰 以及遠程作戰 大陸很可能所向無敵 不過 這也對於 東亞 南亞地區的 這一些低島鏈的國家 造成很大的威脅 看看中國大陸 人家在以前的時候 就已經有長遠的計畫 長遠的構思 在構築的是 北斗星系統 但是這套系統在架構完成之後 到了現在這個非常時期 你的通聯 衛星通聯 包含了你的一些 指揮救災 全部都靠這些系統 能夠完整 標定地位 但是 這樣子完整 標定之後 人總是要能夠 進到裡面吧 當然 他們的秘密武器 就出現了 人可以 飛進去 從汶川到雅安 這個五年的時間 我們看到了一個事實 中國大陸駐 重慶的十三集團軍裡面 他有一個高原作戰部隊 也有三地作戰部隊 那這一次從汶川到雅安 我們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 頻繁使用這個叫做 三角翼的動力傘 那其實傘 等一下 他軍方用三角翼動力傘 對 他為什麼不用非常傳統的 叫做空降跳傘 或者滑翔傘 而他卻用這種動力傘 他主要的目的是進行滲透 各位可以看 各位可以看 好 他在一般的場地裡面 都可以 藉著他後面電扇的動力 他可以驅動 他可以驅動 然後 可以做這樣子的飛行 一般的飛行 做一般的飛行 大概在100英里以內的地方 那範圍很廣 非常廣 這個就是他們的 叫做動力傘 這個已經是 第二代的動力傘 過去他們曾經有 第一代的動力傘 你知道用在哪邊 就是用在台灣 用在台灣 用在台灣 他們第一代的動力傘 在當年 齊萊山山難事件 就是陸軍官校8個人 然後六死一重傷 一獲救 搜山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種動力傘 你的意思是說 他飛越了台灣海峽 進到了我們台灣的 齊萊山的高山區 對 除了進入他的高山區以外 那更重要的 我們還發現他的米袋 米袋 還有一個米袋 做什麼用 就是換句話說 這種動力傘 它可以背負 背負一些 像你吃喝玩樂的東西 還有定位系統 那海報還能武裝設備 對 武裝設備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一張 各位 這個不是巔峰戰 這一些通通不是巔峰戰 這個雖然樣子是巔峰戰 可是他可以驅動在實戰中 他可以進行兩棲空降 特種作戰和反坦克作戰 在未來台海戰爭 他們應該是第一波比登陸部隊跟空降部隊 還要早一點抵達台灣 他的目的是 重施特戰破壞 這個是他的 等於是他的第一代 現在最新型的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500磅 整個全面 他裝載能力 他是500磅 可以飛行1000公里 還改良道可以到200公里遠 換句話說 整個台灣海峽多少 最寬的地方 180公里 最窄的地方 94公里 所以我用這個動力 再加上氣流的關係 我就可以飛到台灣了 除了飛了以外 那更重要 剛剛中博講過了 全球定位系統 他是用北斗 衛星 他可以進行夜間滲透 那重要的是說 他可以背負500磅 那這裡面會是什麼東西 應該都是特戰裝備 除了這一些 進駐亞安以外 現在中國大陸 還有一個叫做三貓突擊車 這個三貓突擊車 他可以帶六個人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越野性能是非常的好 他好到什麼程度 再破碎地形都可以用 因為一般來講 那你直升機 那你沒有辦法進入的地方 或者空降區域 沒有空降著陸場的地方 他就可以進行這個什麼 越野 這種越野的話 他射水 通過破碎地形 還有他上面有很多的裝備 他這種裝備 可以高射機槍 就可以過河 所以從這一次的 亞安事件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最近幾年 對於所謂 高原地形作戰 跟破碎地形作戰 甚至於 三地地形作戰 有 長足的進步 看看解放軍 他們在平常 戰爭的武器的裝備 從動力傘 同小三貓的這種 越野車 但是到了這種要救災的時候 救災就視同作戰 這些裝備 馬上就變成一個 非常優秀的一個 救援裝備 但是要深入到這些災區裡面 要翻山越嶺 許多的公路全面都已經破碎了 特戰部隊 可以用小型的動力傘 進到了災區 做第一時間的救援 但是要大量的物資 要進入空頭 或者是要大量的人員 進入到當地去 救援人員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需要他們的直升機了 直九直升機 在這個時候 發揮了大量的功能 在介紹直九之前 我們先要談一下 中國大陸的這個 直升機發展的工業 很多人其實對 直五這台直升機 是比較有印象的 因為在1956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決定要發展 自己的直升機工業 所以當時他們 第一代的時候 就引進了米4 就是蘇聯所做的 米4直升機 然後他們就 跟他簽訂合作 所以自行研發 第一款叫做多功能 多用途的直升機 可是直五這個直升機 研發出來之後 就發現有些問題 你知道 第一個 不是 他油耗量很大 而且 他的這個噪音很大 速度又慢 載重量又不是很好 所以呢 這個中國大陸的軍隊 就給他一個充號 叫做空中的拖拉機 拖拉股 塞的是很大聲 在上面 後來因為一些問題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決定好 那我就停產直五 所以中國大陸直升機 就面臨了這個 後繼無力的問題 所以因此他們就看中 世界各國 我們看看哪一些 直升機是不錯的 他就看 看中了法國所研發的 海豚直升機 所以接下來就由他的 哈爾濱的一個 直升機製造廠 跟法國來簽訂 簽訂的做技術合作之後 就研發出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直九的 直升機 那直升機 他研發出來之後 你現在畫面上 看到的這個 就是他們 就是整個 這個直九的一個狀態 那 直九在研發出來之後 其實對中國大陸的軍隊來講 他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是因為中國成立了 陸軍航空部隊 航空兵部隊成立之後 他其實需要很大量的 武裝直升機 那這個直九 就地補了 這一個空窗期 所以他們後來就選定了 他作為發展的 平台 那如果就軍事上面的 用途來講的話 就選定了中國大陸國產的 紅箭8反坦克導彈 作為他的機載主要武器 那另外他也有這個 像機關炮 或者是機箱 這些就成為他的 選裝的武器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直升機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的性能租源的部分 像直九因為他其實有發展 發展出很多不同的機型出來 如果以直九跟直九A來講 他是屬於一個 比較輕型的直升機 他是以四噸重來看 那你如果看他主要執行的 任務大概有運輸 救援 通信跟觀察 所以為什麼你看他的這些 他的這些主要的功能 在這一次穿震裡面 他會發揮極大的功用 因為其實在災區裡面 很多地形是我們人員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進入的 那這個直升機 他就發揮了這樣的一個功用 那以他的這個 性能作用來說的話 他的是採取 單旋液帶 寒道風扇式的 微講的空氣 動力佈局 簡單說來 四片扇葉 所以他不是一個 重型的一個直升機 然後呢 最主要的是什麼 他可以最多承載十個人 或者是運輸兩噸的貨物 如果以輕型直升機來講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災區救援就非常的方便了 對 因為他可以載人 又可以載貨物 對 好 所以他最大的巡航速度 是每小時296公里 最大的航程是930公里 將近1000公里的航程 對 他的續航時間是4.2小時 所以他是以機動力 還有他的續航力取勝的 那也因為這個直升機 擁有這樣的優點 所以你知道他很特別的是什麼 你知道他曾經先後四次去過南極 兩次去北極 這麼冷的地方這種直升機都可以飛行 圓滿的達成任務之外 他甚至 當時去的時候還要做什麼 他是做這個中型的運輸物資 還有人員通勤的這些任務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曾經去打擊索瑪利亞的海道 索瑪利亞的海道 我們大家都說他是這個神出鬼沒 經常不知道他人會什麼時候船就出現了 可是這個直升機 因為他的續航力跟他的機動力 在打擊這個海道的這個任務的時候 他其實也圓滿達成了這個任務 好那所以呢我們現在回來看就說直久直升機在這一次的 這個鎮災裡面呢 他為什麼會被選定 說來這個川鎮裡面擔任這個救災的工作呢 因為他最大的一個特點是他加裝了一些警用的設備 那加裝警用設備意思說他其實因為他其實 是可以 做這種 不同一樣 就我針對任務去做不一樣的裝載 所以他可以利用電動腳車來實施空中救援的任務 也就是說有些地形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空降著陸 那我可能就是要用直升機在空中 把人員吊掛下來 然後實施救援之後再上去 他比較特別的是他上面的鋼索可以達到70米 所以他的高度基本上已經 就是已經符合這個所謂災區救援的需求 而且他投入實戰之後 他一架警用直升機的作用相當於多少 你知道30輛警車 甚至和100名警察的戰力 你看我們剛剛講說他其實可以帶10名全副武裝的特戰隊員 然後而且還包含了兩 就是如果不帶人的話 他可以帶兩噸的物資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就讓他這個 這個直久的這個直升機 在這一次川陣裡面就發揮了非常大的功用 看看直久直升機在這地震的第一時間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就派出了直升機 深入到災區 進了災區以後呢 我能夠了解其中的狀況 我把人員把物資快速的空投 甚至進入災區以後呢 這樣子呢 達到第一時間的緊急救援的任務 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要從一些比較沿海城鎮 運送大量的物資 進到四川的話 我當然需要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一流生76的 大型運輸機啦 注意看 他可不是民航機喔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一流生76型 戰略運輸機 在這一次的雅安地震中 大家看到了解放軍 真的出動了 也就是他在國產的運20運輸機 服役之前 真的出動了 IL76的 運輸機 這代表說什麼 載重180名全副武裝的士兵 他們攜帶的這次不是槍 也不是子彈 而是攜帶救災的裝備 到雅安的災區去救援 這代表他們在 接近96小時之後 能夠迅速動員 去到災區 而且放下部隊 實際投入什麼 救援工作 代表 這是在一整個 大陸的什麼 戰略運輸上面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所有的蘇聯跟美國專家都在看 都在看他這次的緊急動員的能力 跟程度 帶的東西夠不夠 你帶的生命探測器 等等等等 先進的裝備 以及輕裝備 是不是都跟在飛機上面 如果你都做到的話 代表 中共的戰略運輸力量 正不斷不斷在 成熟當中 所以IL76 能夠這次完成這個任務 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們看 他到底是什麼飛機 立剛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是整個 就是說 蘇聯的世界 共產世界 在 什麼 AN124服役之前 也就是跟C5一樣大的那種 超級戰略運輸機 服役之前 最實用 最可靠的運輸機 為什麼 它 四個引擎 它是以 美國的 C141 新式的 運輸機為藍本 但是它 完全解決了 C141的缺點 仿效了它的優點 所以說這一架飛機 它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說 它能夠在極地的環境之下操作 我們不是常常看到C17跑到南極去嗎 對不對 它早就有在北極圈運作的能力 它可以到非常冷的地方進行起飛跟降落 而不會 因此而變成油路被堵塞 或者是 飛機沒辦法起飛的狀況 油路堵塞或者是機翼結冰這些狀況 IL-76都解決了 還有 它在高加索地區 大家要知道 高加索地區不是光是冷而已 是氣候多變 雲霧霜 結果IL-76的服役記錄 非常非常的可靠 戰略運輸機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可靠 你要可靠 才能夠投入這樣的什麼任務序列裡面 IL-76完全解決了當時蘇聯當局的疑慮跟恐懼 所以說這架飛機你知道有多少個國家用嗎 十幾個國家 伊朗 伊拉克 阿爾及利亞 利比亞 你講得出來的流氓國家都有 流氓國家都有 通通有 東歐的這些附庸國當然也都有 是最暢銷也最可靠的 大型運輸機 它可以載40 40公噸也許大家會覺得 沒有什麼感覺 4萬公斤的裝備就對了啦 相當於40公噸 好 40公噸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在6個小時之內 飛越整個西伯利亞 也就是說 不但速度快 而且 它的 續航力也夠 還有 它能夠載什麼呢 它也能夠載T90戰車 或者是換成三部 BMP什麼 人員裝甲戰鬥車 所以說 載重量 非常非常可觀 都不載的時候 我剛剛講過了 載180名 全副武裝的士兵 我跟你講 那就可以掌控一個戰區 對 所以一架次就可以 做到這麼多事 IL76 真的是一個 好幫手 不過它也命運多喘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後來 1990年 蘇聯解體啦 對不對 可是 一流生設計局 是在莫斯科嘛 還留在俄羅斯境內 對不對 可是 它最重要的生產廠 是在哪裡呢 是在 烏茲別克的塔神甘 烏茲別克的首府 生產跟設計是不同點 當然 當時蘇聯以 就是說 要分散 對不對 分散危機 萬一被美國的 核彈擊中的話 這個分散的觀念是好了 可是當兄弟分家 要算賬的時候 完了 問題全來了 俄羅斯 空軍說 我要51%的股權 烏茲別克說 哪有這種道理 那不就公司 都送給你好了 可是場在我們這邊 你搬得走嗎 好了 烏茲別克跟俄羅斯 吵得要死對不對 好 俄羅斯終於 花了六年時間下決心 我 自己來做一個 什麼 歐洲之星 SP IL76工廠 就是自己重新建一個 一流生76的工廠 我不要再跟你 烏茲別克囉嗦了 現在 IL76已經生產30年了 還在 俄羅斯的飛機工業的生產線上 沒有被取代 也沒有退役的跡象 可見得這架飛機 是多麼的傑出了 看看這次的川鎮地震 中國大陸把 一流生76運輸機 也搬出來亮相了 而一流生76運輸機呢 它可以把大量的物資 大量的急救裝備 甚至大量的救援工具 全部運到災區呢 可是中國大陸的富裕 地這麼的廣大 光這麼幾架 一流生76 夠用嗎 當然不夠用啊 在這個時候呢 運20 它已經在進行 第二次的是非啦 是的立剛 我們可以看到 圖片中的這個運20 大家一定會覺得 跟剛才 我們所提到的 IL76 看起來是有點神似的 事實上 它就是要取代 運20 就是要取代 IL76 在大陸的 量的不足 而且他們 因為要建軍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自己 研發的 自己的自主能力 因此呢 運20 就是要取代 現在 他們 整個大型 不管是運輸 還是轟炸機的不足呢 因此他們就 積極的在 測試 新的發動機 這個新的發動機 代號叫做 WS-20 我們知道現在中國大陸 它軍方 現行的 主要大型運輸機 的發動機的型號 叫 WS-10 那它現在 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它做不出好的 轟炸機或運輸機的問題在哪裡 推重比不足 因為引擎的推重比不足 那這樣子 飛機又不能帶更多的彈藥 運輸機就不能裝更多的裝備了 我們知道運輸機 它除了要帶人 可能要帶貨 像我們剛剛看到 一流生76 它帶了很多東西 又能空頭 又能載人 又能載部隊 那如果說運20 要達到這個目標呢 首先它要克服的是什麼 我們就知道 它中國大陸的材料工程 並不如美國跟俄羅斯 這麼先進是嗎 所以說它 以前美國都認為 他們如果要做到 這一步來的話 可能還要好久的時間 但是就在不久之前 北京科大的新金屬研究室 它是一個國家重點研究室 它直屬的就是中央軍委 它開發了 它已經突破到了一個技術 就它開發出了新的合金 叫做高尼泰鋁合金 新的合金有什麼好處 它除了重量氫 耐高溫也耐高壓 而且我們就知道說 當它能夠耐高壓 又能耐高溫的時候 整個大型它的巨型的 這個渦輪噴射引擎 它的葉片 就能夠輸出更大的動力 輸出更大的動力之後 就能把以前 他們這個W-10 W-S10 這個舊型號的發動機 達不到的這個推重比 往上推 所謂的推重比就是說 我發動機有多重 我能夠推幾倍的 我的自己自身的重量上去 這樣我才能發揮 我能夠成為一個大的 運輸機也好 或轟炸機也好 或是長程預警機 等等大型飛機 所需要的推動力 W-S10它的推重比是7.5倍 但是它的先進版 就是W-S10A 就像我們拿iPhone iPhone 5 它的先進版S 就能夠再比它好一點 它這個W-S10A 它已經用到了這個 高尼泰鋁合金 所以說它的推重比 馬上瞬間就從7.5 推升到8倍 這麼快的推升力 是 然後我們就知道說 最近他們在華西地區 根據可靠消息指出 最可能的地點 也就是在成都附近 也就是他們整個 航太工業的重點 培養的基地在那裡 他們測試這個運20 已經在不斷在試跑 歐美 包括俄羅斯 他們都很注意 為什麼你不斷的要試跑 因為他們要測試的就是說 這個W-S20 它的發動機 到底能夠推到幾倍去了 因為他們的目標 就是跟著美國的F119 這個發動機 F119它剛剛達到了10倍 也就是說 如果我自己本身 這個發動機有20噸的重量的話 我能夠推200噸的 飛機上去 這樣子 是 所以說我們知道 中國大陸他作為一個 他希望說他軍事 也跟著崛起的一個大國 所以說他在這種 大型的飛機 他的用途跟需求上 就非常的大 他們空軍自己就預估 如果說他們要在周邊 能夠產生影響力 或是像說 這一次的救災 如果說他們要能夠 有自己的 力量去 運送 或是去投入兵力的話 他們 他們最起碼要有100艘 100架 100架的這個運20 而且空軍也需要加油機 30-40架 再加上需要的 長程預警機等等 所以說 希望能夠 中國大陸他們最希望能夠在2017年 左右投入 但是根據所有的觀察 他們可能還要再等等 中國大陸現在運20 再度試飛 最重要的是他把發動機 也就是這亞飛機的心臟 給換新了 換新的目的是幹嘛 推重比增強了 我的運20 能載的貨量更大 我的運20 能夠有更多的功能 我的運20 能夠飛得更遠更快 更能夠達到 我所需要達到的 一個戰場跟戰區的目的 但是 中國大陸在研發運20的同時 這全球霸王英 現在美國 可是盡情的在使用 這是什麼樣的飛機 對 剛剛我們已經講到 運20 對不對 在之前我們講到 IL-76 現在我們來看 C47 全球霸王式 這一架飛機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IL-76 它的可靠性的程度 是令人驚豔 為什麼 因為大型運輸機 要把它當成 小型運輸機來用 做得到嗎 也就是它從戰略的角色 要轉換成 戰術的角色 它要怎麼做到 好 我們現在再來講 C47最重要的特點是什麼 它可以具備在 915公尺之內 完全殺停 的這種功能 等一下 那麼大台運輸機 怎麼可能910公尺就停住啦 對 你會想到 我們坐的民航客機 沒有1500 1600公尺 它停得住嗎 對啊 它比民航機重得多 它怎麼樣 在900多公尺之內把它殺停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在不整之地 也就是沒有完全整平過的跑道上 就能夠停下來了 你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在草地 我可以在沙地 我可以在沙漠地帶 都可以坐降落了嗎 我可以在實力的地面上面 我都可以在這麼短距離之內 原因就出在它的引擎的奧妙 因為它有巨大的反向推力裝置 這就是C17 贏過它的對手 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從1990年代 研發C17到現在 當時美國空軍也在想 你到底能不能達到我的要求 第一 載重你已經達到了 為什麼 載重要到5萬公斤以上 才能夠過關 現在大家來看這個畫面 你看 它把這些東西拋出去的時候 經過精密的空頭風向計算 它能夠攜帶 一輛 M1愛布蘭戰車 那是已經到了63噸了 對啊 它怎麼載得動呢 好 它在載M1的時候 它不能載其他東西 但它不載M1 它可以改載三架 AH64 APACHI攻擊直升機 大家現在來看這個畫面 非常精彩 是送出了什麼 是送出了 漢馬戰 漢馬車 飛出去的 等於是飛的 但是立剛 你不要以為飛出去以後 就不管它了 它都經過精密的計算 有三個降落傘 它會同時安全的降落在 比如說塔利班政權 正在就是說聚集的地區 安全的運送到地面部隊的手中 所以這都經過實戰驗證 丟下去的車子 不會嚇壞去啦 所以說 這都經過了驗證 它是可靠的載具 它是可以被控制的載具 所以說 它一次就可以飛4600公里喔 沒有空中加油的情況之下 不用空中加油 可以飛這麼遠喔 對 加滿一次油可以飛多遠 你知道嗎 可以飛一萬一千公里 已經飛了四分之一個地球 我跟你講這些都理論啦 什麼叫理論 理論就是根本這些只是數據給你看 C17可以靠不斷的空中加油 在全世界飛來飛去 不用停下來 可以飛24個小時 所以說 你想想看 這是什麼樣的載具 當然你今天看到了C17 你會覺得說 它能夠受到這麼國家的青睞 這麼國家 這麼多國家下訂單 包括澳洲 包括加拿大 包括英國 還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都買了這樣的飛機 你就可以理解到說 它是多麼優秀的一架飛機 雖然一流升76 也等於是它的徒弟 或是跟它在伯仲之間 性能也不差 可是 C17已經經過最多的實戰驗證 目前運20 這架飛機 稍遜了一點 就是說 它的什麼 它的飛航的高度 以及速度 還有載重量 可能會低於 C17一點點 但是運20也會不斷的改進 然後再看到美國的C5 這是戰略運輸機 它是一個 比C17或 運20或一流升76 都要更大的 大一號 它的全備載重量是120噸 等於三架的 什麼 C17的 運載量 對 所以這種飛機 在某些地方它根本到不了 所以我今天要用這樣的飛機 到全球各地 什麼地方都到的了 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架飛機 才會凸顯出 C17的價值 所以這架飛機 它的前景看好 光是美國 就買了 220架 預料它的生產線 會一直持續到 2040年 所以說 更是芳心為愛 C17這種運輸機 快速 而且它可以到達 全世界的任何各地 雖然它的載重量 不是全世界最大的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 優秀功能 看看各個國家 都在研發最新款的運輸機 最主要的目的 當然就是 軍備的運輸 還有包含了像現在 災區的時候的 災區裝備的運輸 這可以達到 多方面的運用功能 但是 海面上的運輸艦 現在美國 也正在研究 最新的運輸艦 它的速度 可以達到 50節的速度 叫做 何宇彥 那我必須講 在21世紀的初期 美國海軍系統司令部 他配合了陸戰隊 他也配合了美國的陸軍 他要發展一個 有海向陸的作戰 演習 他發展這個就是說 他必須要有一個 快速艦 然後搭載著 飛艇 叫 Tiff S5K 就是這個飛艇 就是像類似 這種飛艇 他這種飛艇 有什麼好處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你知道 有海向路 除了海以外 進入陸地以內 你要不要進入內河 有 所以 你船吃水 他現在進不去了 對 所以 他這一艘 就差不多 只有三公尺 還有 這麼大艘船 吃水只有三公尺 對 還有各位看到這個飛艇 這個飛艇的用意 那是什麼 立剛 你是氣象專家 我就告訴你 21世紀比較重要的是什麼 偵查 氣象觀測 還有人員運輸 還有人員快速運輸 你的意思說 我用這艘飛艇 我就可以到各地去了 對 對 所以呢 他有海向路 然後運用飛艇 那個飛艇 當作空中觀測 還有氣象觀測 他打擊犯罪 除了打擊犯罪以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說 大家 當大家對飛艇 還沒什麼作戰概念的時候 他的先進的方式 你看他整個的設計 他除了可以低空以外 他還可以在這個 核宇宴上 自動的 自動的起降 這個是他的優點 那其次呢 我們再來看 這個核宇宴 真正講 這種雙殘體 雙殘體是哪一個國家 先發明的 是巴西 那美國把這個技術 繼續的發揚光大 他主要的是說 除了雙殘體以外 他還有飛行甲板 就是任務型甲板 各位可以看 他前面的甲板 飛行甲板 然後一部小艇 就把他放在那邊 各位看 雙殘體 雙殘體漂不漂亮 在海面上的赤水面積 就變少了 只有三公尺 三公尺的話 他可以由海向路 比一般的戰艦 速度更快 他載重量會更大 除了載重量 多功能的甲板 他可以停各類型的直升機 提供他必要的護航 尤其他的裝載 因為他是雙殘體 他700噸的貨物 包含350名的人員 還有武器裝備 然後呢 最重要的 他續航力 最小的續航力 每時 那個 35節的時候 35節的話 大概是1.85公里 各位可以看 他 可以高速的程度 也就是說 平常以35節 也就是大約在 時速60公里的時候 我可以 巡航到 1100海里 這麼遠 也就差不多 已經將近 2000多公里了 比較重要的 他有350名人員 我們剛剛講的 世界C5A 去問問彭華幹 最多最多 能夠搭載的是 700噸 那個最多 大概 350噸 差不多 是他的一半 你看這一種造價 比 C5A 還要便宜的時候 各位 可想而知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各位看到 這個是戰車 除了戰車以外 M1 A1 他還有 無數的小艇 還有 無人飛行器 可以舉 取9.9公噸的 貨物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21世紀 游海巷路作戰 是美軍 去克制東亞 國家的什麼 戰略的兵器 值得我們重視 看看 美國現在設計的 這種運輸艦 它可以吃水很淺 它可以巡航速度很高 這和 冰海戰鬥艦 配合的話 在沿海地區 不敢是作戰 或者是軍事裝備的運輸 都能夠達到 時間最快 時間最短 還有包含運輸量最大的效果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拜拜